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比较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 昨天呢 这个 这个赖冻算啊 在金门发表了 剧统声明 这个事情是相当严重的 为此 昨天他的专机来和去 全都被中国空军 的战机在空中扮飞 同样的 昨天还发生了一件 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啊 什么样的很重大的事情啊 那就是昨天解放军 运九侦察机 进入到台湾桃园上空 进行侦察 非常霸气的 直接进入到台湾桃园上空 飞行路线图都有的 这个东西是造不了假的 在弗尔瑞达川天佛上面 都是可以搜得到的 所以说 这就是 中共对赖清德的剧统声明的 一个最直接的回应 那你都说我们不反攻大陆 你有什么软实力 可以反攻大陆 然后他在金门发表了剧统声明 又安排 新的所谓的外交部长到美国去 听美国灭收机 美国军舰这两天又过台海 台湾这两天又在九鹏基地开放 这个早已经在大陆面前是穿开裆裤的 一个基地 他们说首次公布 让媒体开放进去拍他爱国者2和天空3号的 定点打把 然后他们说 这种定点打把 是可以给中国大陆颜色的 无论是大陆的什么战机 什么飞弹干过去 都会被他的爱国者2和天空3 没收掉 但大家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解放军昨天直接进入到桃园上空 这条路线 侦查路线 侦查路径 是什么样的侦查路径 包括战斗机直接半飞到松山机场 台湾当局一个屁都没敢放 所以说两岸今天走到这里 只有兵戎相见 他发表了乙武巨统声明 北京就是要以武力去解决好台湾的问题 统一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以武力解决 而今天他台湾高调到什么地步 首席京主长龙集团 毫不避讳的讲张龙发先生 直接在清华跟北大设立 基金会 直接收买北大跟清华的 昨天我已经讲过了 所谓的道歉声明自制不提两岸 统一 你们不想做中国人可以的 这个土地是我们的 我们要收回土地 至于你不想做 可以效仿香港的BNO护照一样 你们喜欢美国 你们喜欢Japan 那你们就去美国去日本 不要待在3.6万平方公里的 这个裸路的陆地上面 所以说呢 中共呢兜兜转转 走到今天这一步 实际上 你中国大陆的方方面面 其实都是被台湾给渗透啊 台湾的网军 网络间谍 大量的在窃取中国大陆的 这个情报 窃取中国大陆的机密 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 你没有统一 你搞统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只有唯一的一个方式 那就是武统 所以说解放军的战机 开到了台湾上空 直接这一次是直接有 信号开启信号 可以侦察可以识别 飞机半飞整个赖清德 飞机沿着京台高速公路 这一条路径 直接到了桃园上空 新竹上空 到了桃园这边机场 到了松山机场 非常不错 就是这样的 要开到他上空去 而他却只字不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则新闻 马英九突然间反共 马英九最近在泰国 一次公开演讲中 突然声称他是反共的 他说 我完全不赞同共产党 习近平也知道啊 又说 我主张和平民主统一 没有民主 只有和平 这种统一 没有意义 台湾也是民主社会 大陆也应该把自己 建设为民主国家 那是谈统一阻力 才会很小 上报署名 严纯沟的文章称 马英九突然反共 现在跳车已经太晚 马英九一向都以 亲共目眼目出现 所以千万人无往矣 他强调台湾不是 中共的对手 甚至美国也不是 他主张与中共和谈 不招惹中共 减少台湾的军备 他到大陆去 媚态十足 在台湾又利用各种机会 宣扬他的投降哲学 既然反共 又断言没有民主 只有和平 统一没有意义 那么他奉旨 跑向大陆 跪拜习近平所谓和事 他不是应该 等大陆实现民主后 才在鼓吹两岸和平 和统一吗 自掌嘴巴 何此为甚 那么说句实在话 这个文章呢 其实有一点傻逼了 马英九一向都是反共的 马英九在泰国讲 他是反共的 其实马英九 他一直以来 他都是反共的 这一点 他不仅反共 他还反大陆 因为在马英九任内 大陆的渔民 被抓捕是最多的 他还是 他还是一个反中分子 所以说这个马英九 我发现中共 跟这个马 姓马的是落不开的 马云 马化腾 马英九 马步方 最近又出现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什么东西 也是姓马的 为什么这么多姓马的 跟这个中共是不对付的 因为很简单 跟这个字是有关系的 那么好 马英九在泰国 发表这种 不三不四的这种言论 可见这个人是多么的小人 他来大陆 不是什么中共 把他召过去的 是他自己强行要来大陆 要五哭 在大陆要哭 在长城上也哭 哭 最后以哭鼻子 后来那会儿都传出 习近平都不想见他 看到他都很嫌烦 是他强行哭的鼻子 在长城大哭特哭以后 那习近平可怜他 那就说见个面嘛 就跟他见个面 见个面 直接就把那些记者 都给轰出去 他在这个地方 这种调样 当时在新加坡 完完全全 他可以在他的任内 直接就宣布两岸统一了 对吧 然后又跑到习近平这里来 然后到了泰国 又他妈的 他当时来大陆干嘛 来大陆还不是因为 气氛非常紧张 非常凝重 弄不好就要擦枪之后 就要干仗了 对吧 然后跑来大陆 不请自来 然后呢 又这两天跑到泰国去 说我是反共的 习近平也知道 大家要知道 从马英九身上 就代表了大陆人 跟台湾人交往的 这种特点 就台湾人 他有很多的人 尤其是绿营的人 有蓝营的人 蓝色的 这些中华民国这些人 他跟你来交往 但是他又不付出 什么实际的东西 比如说 他又不会给你提供什么 我们讲交朋友的那种 真正的那种友谊 对吧 礼尚往来的东西 他没有的 他他妈 请你吃顿饭 他要他妈 你马上要双倍的 给奉还给他 而且不把你当什么 当真正的朋友 只是想要怎么来利用你 然后呢 两面三刀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这就是典型的 国民党的人 就是这种屌样 所以说 但凡跟蓝色的人 要远离他们 他们比他妈的 民进党的人 还要他妈可怕 民进党的人 只不过是一群什么 傻蛋 一群呆蛙傻逼 你看这个馆长 他一会儿 干民进党 一会儿 黑神话这个事情 这个 发出肺腹之言 这些人是乡下人 他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无非是跟你老逼老逼 统一以后 绿色的人 反而更好治理 最难治理的是什么 国民党这些蓝色的这些人 为什么这些人难治理呀 答案也非常简单 因为这些人 他是亲美的 跟国内的支那人 重央灭外者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些人 他们的思想 没办法改造了 你在你国内 你身边一个恨国党的亲戚 你能够去改变吗 你改变不了的 他到国外去 被人家杀耳光 打耳光 他都说国外好 所以不要跟这些人 去浪费时间 国民党的人就这样的 你看马亦就也是这样的 这种就是什么 我称之为叫做什么 奇怪的友谊 他对习近平也是这样的 一些人对 莱恩也是这样的 还有我身边认识的一些人 跟台湾人打交道 也是这样的 他总归在一个某个时刻 他一定会害你 他会利用你 很奇怪的一种游异 明明你们是 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他给你搞的一副 很好的样子 然后背后到处讲你坏话 就这种样子 你看马亦就是不是这种货 是不是这种小人 对不对 在习近平面前哭鼻子 装蒜 到了泰国 马上就骂习近平 我是反共的 中国大陆不需要搞民主 你不搞民主怎么行 搞民主才统一 就是他一天到晚 他给大陆指一些 傻逼的一些路 你这个跟大陆的民运人士 有什么区别 马云九化身为海外民运人士了 跟他们海外民斗 他妈是一票货 是一个圈子了 就这种东西 你大陆要有民主 我管你妈个逼的 在物理实力面前 什么谁跟你民主不民主 去你妈个逼的 解放军战季都开到 桃圆上空了 大哥 还那么给你民主不不民主 你他妈那叫什么民主 我老百姓集中诉求 出题给上头做 上头去做了 这叫民主 这叫民主集中制 你那叫什么民主 劣制民主 煞逼呵呵的 跑到泰国 你看这种人就小人 马云九这种人 就典型的小人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在大陆 酷饼子 你看他 你看他那个样 一块儿要到什么 黄埔军校去了 到黄埔军校去 说是谁 他说 说周恩来 说周恩来是谁 我不认识 对不对 一块儿要跑到湖南了 祖坟了 祖宅了 一块儿到西安去了 要到重庆 到培都 到南京 到中山林 我操你妈 你怎么操你妈的 你怎么这么恶心 我操 啊 马上要死到零头了 你们这么这么家伙 啊 大家看看 你别去跟台人去 啊 去交往 他们真的就是这样 会跟你搞奇怪 然后背后 天天就说你坏话 对不对 啊 然后就讲你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跟一包娘炮 一包宦官 你跟台人在交往 实际上你就在跟宦官在交往 你跟一个太监在交往 他都没有卵的 你觉得他看你是 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谢谢各位支持